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来玩 不要飞得太远 就是这款第初系列的 C级别的天猫号 这款产品出了有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之前一直觉得价格有点贵 没有下手 前段时间终于再版了 再版出的价格 400出头 然后很多迷友 某多多上面用券的话 360 370就能够拿下 作为这样一个C级别的产品 重量700多克的相对重磅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值得的 今天给兄弟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而且它拥有七种造型 首先这第一种造型 就是它最常见的一个 宇宙飞船的模式了 还原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上下两个拼合在一起之后 你看 紧实度非常非常的靠谱 这个一体性也很强 除了这边后方的尾翼 肯定是会动之外 其他的都硬邦邦的 没毛病 然后底下有几个轮子 所以说滚动性还是挺不错的 而在细节方面呢 兄弟们看一下 上面的细节纹路呢 做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这个白色的塑料啊 并没有什么色差 这个对于官方来说 真的是挺难得的 然后呢 后方这里包括这个地方 用上了一些金色的涂装 也是很漂亮的点缀 这里还有NASA一些文字的刻画 后面三大两小的五个喷口 也是用上了灰色的金属漆涂装 而这个后方呢 也附带了特效件可以安装 三个都装上去之后啊 就更有那种喷射的感觉了 这个红金配色的薄派标志 做的还是挺精致的 不过我这边啊 就中奖了 这边呢 是有一个什么毛发之类的 还是划痕之类的东西啊 稍微有一些瑕疵吧 然后呢 这边旁边也有淡淡的灰色 这里是涂装啊 然后上面也是稍微有一些划痕 但是官方这种低零线的产品 我就不会要求特别高了 底下运输车的部分 兄弟们看一下 几乎没有什么偷胶跟空洞的地方 甚至连底下你看 都没有啊 所以说这款产品拿在手里 将近快800克的重量 真的是用料挺实在的 总之 这个宇宙飞船的形态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第二第三种的造型呢 其实就是拆分开来啊 这边你看有一个按钮 按一下 直接这边 航天飞机就会松脱了 那后方也有个卡扣 稍微的挣脱一下 就上下分离 我把前方的起落架抠出来 后面的起落架也拿出来 这个航天飞机的模式 就已经变完了 那么这个航天飞机的 整体外观造型啊 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 整个机身 包括机翼 包括垂直尾翼的 这些比例方面呢 都非常的合适 然后呢 整个长度达到了28公分 这个跟三连的兄弟 肯定没办法比啊 而航天飞机的底盘方面 可以看到 包裹的是严严实实的 机头这边前方完美 也就是这边略有些空洞 所以说诚意度方面 这款产品确实没话说 不过轮子的滚动性呢 就比较糟糕了 特别是前轮很卡色 所以说这个 完全就是磨蹭飘移了 再来看运输车的部分啊 还没有变完哦 其实要把这边这个部分呢 给它插到前方来 旋转180度 炮口冲前 那这个运输车的形态呢 整个造型方面就比较抽象了 如果离开了航天飞机啊 单看的话呢 有点怪怪的 不过呢 原设定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说也没啥好挑的 接着来变第四种形态 也是这次的原创形态了 航天飞机的一个发射基地模式 首先先把这边的两个炮给它拔掉 然后呢 颠倒一面 咱们把这边掰开来 然后呢 往上挑 这里给它挑起来 旋转180度 整个的这里给它往下放 然后呢 这边给它放平 再把这边啊 往旁边掰几格 然后呢 给它旋转的后方来 这边左右两边掰开来 这边后方卡扣松脱 然后呢 往上翘 往这边旋转90度 这边这块呢 给它立起来 把这边两个红色的部件 给它放下来 然后这边两个灰色部件放下来 这边前方灰色部件 给它挑起来 这边板件给它翻出来 然后呢 整个放在地面上 这边上方呢 也有个灰色部件 给它翻起来 把这个拆起来的炮呢 拿出来 一个是这样子 竖着插 一个呢 则是横着插 再来变航天飞机的部分 把这边起落架 都给它收进去 把这边上方的这个盖板 给它打开来 把航天飞机 利用突起凹槽 插在这个地方 最后再把这边的这个滑板 给它推出来 然后呢 正正好给它抵在这边 航天飞机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航天飞机呢 就不会倒下来了 那这样子呢 航天飞机发射基地的模式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这个形态 相信很多迷友会吐槽说 很敷衍啊 很牵强啊 这个作为一个原创的形象呢 我个人认为增加晚点方面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至于它的牵强性的话 我觉得基地的形态 基本上都很牵强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还算是不错了 有足迷没有好对吧 那咱们继续啊 现在把这个航天飞机 变成十足鸟的形态 首先先把这边 机翼位置卡扣松脱 然后利用这边这个双关节 给它往前挑 这边是给它折下来 然后翻到底部来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蓝色的翅膀 这片给它翻出来 这里呢 给它往外翻 翅膀翻好之后呢 我们再可以把这边的两个翅膀啊 随你的心意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 往它往上翘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你看 也是一个非常帅的飞机形态 个人也很喜欢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边这个尾部啊 给它双关节挑开来 然后这边呢 给它完全的把这个 十足鸟的尾巴的部分 给它挑出来 那这里要注意了 因为这块刚想说呢 你看 C型扣莫名其妙的 这边全部都有做锚钉 但是到了这里呢 官方就给你稍微的 偷了一口气 那咱们呢 给它放下来 这边继续给它扣回去 然后呢 捏住这个头部啊 用力的拉出来 这个样子有点像是 把那么肠子啊 或者是压脖 给它拉出来了 这边呢 有一个嘴巴 直接张开来 哇 你看 本来是密合的非常好的 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这边是可以裂开的 你看 一张开 这个嘴巴 一下子这个野兽的形态 就开始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脖子啊 利用多段关节 给它立起来 最后呢 就是把这边 隐藏在机身底下的 这个脚步啊 给它翻折出来 这边脚趾给它翻平 再把这个腿部呢 给它稍微的往旁边掰一下 那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让它站立在桌面之上 哈哈哈哈 那这个样子呢 机械十足鸟的造型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兄弟们是不是觉得 非常的诡异 腿这么的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成度 还原度是没啥毛病的 毕竟原设定差不多 就是这个样子啊 整个变形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关节啥的也都是比较紧实啊 可玩性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可动性方面呢 还不错啊 首先这个脖子是多段的关节 而且也是齿轮关节 掰起来是咔咔作响的 不过这个造型 确实很像是什么 肠子之类的 或者香肠之类的东西啊 然后呢 头部你看 也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嘴巴内是有一个嘴炮的 而且嘴炮的底下 兄弟们看了 它也有一个舌头啊 这个也很可爱 那么刚才这个橙色的特效件呢 当然是可以把它插在这个炮上面的 翅膀方面 你看这边根部也都是齿轮关节 活动性是相当不错的 包括也可以把它往侧边掰 这边都是OK的 你看上下也可以不断的 扑闪扑闪的大翅膀 腿部这边呢 也都是齿轮关节 关节紧实度还是比较靠谱的 包括你看 这里也都是齿轮关节啊 尾部这个部分呢 多段式的关节 不过这边C型扣是比较扣分一些的 但是其他方面呢 我觉得都是没毛病 再把这个基地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变成美洲豹的模式 翻转过来 这边左右两边给它合并住 那正好呢 这两个部分啊 就是美洲豹的尾巴 双尾啊 那么这边呢 很明显就是后肢的部分了 我们把它稍微的掰一下 然后这边前肢呢 给它翻折下来 旋转180度 把它这边给它脚掌翻出来 然后呢 也做一下 瘦型腿部的这样一个弯折 变好之后啊 记住这边呢 旁边还可以把它往外拉伸 那这样子呢 前面的这个肩膀啊 更加的宽阔了 然后呢 拿出这个泡啊 我们给它装在后肢腿部这里 最后翻到底部来 把这边翻开来 里面呢 就是美洲豹的脑袋了 再把这边给它扣回去 咱们把这个嘴巴 照样的给它张开来 这边里面呢 也是有一门泡的 哇 这个下巴脱臼了 这个嘴巴可以张这么大 那同样呢 也是可以把这个特效件啊 给它插在这边的嘴内的泡 那这个样子呢 美洲豹的形态啊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诶 其实美洲豹这个形态 虽然说四四方方的 但是整个的姿态方面 我个人觉得还原出来 还是相当的不错啊 可动性方面呢 这边脖子你看 还能够上下的活动 包括左右的活动 这边头部啊 也是能够上下活动的 活动范围不错 这边你看下巴脱臼式的 张嘴的这样一个造型啊 那么这边四肢方面你看 全都是齿轮关节 咔咔作响的声音 旋转 包括这边手肘弯曲 啥的都是可以的 脚步呢 你看 也是有接地性的 把两个兽型啊 全部都放在一起 不得不说 其实架势还是不错了 对吧 那么最后呢 咱们干净 把它们合体起来吧 首先 十足鸟的部分呢 先把它的这个腿部啊 给它继续恢复到载具的模式 然后每周抱呢 两个尾巴给它收进去 然后这个头部啊 也是继续给它收纳回去 再把它们上下的结合 你看后方这边 是有一个凹槽的 然后呢 这边上方有个凸起啊 咱们用力地给它推进去 前方这边按一下 然后上下的结合 啊 这样子你看 结合住完全是不会松脱的 就说明你已经扣到位了 好 那这个样子呢 天猫号的最终的合体形态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这个尺寸方面 还是挺大的哦 你看 拿出了MP10晴天柱 放在旁边 其实它这个脖子啊 加长之后 已经是比MP10还要高了 那么整个外观造型方面 兄弟们也可以打一个分数啊 我觉得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 还原度啊 各方面的也是 我心目中 天猫号该有的样子 必须得说啊 玩多了那种 最后合体成为人形的 这样一个机器人的形态啊 这种四不像的造型呢 其实还是挺有新鲜感的 而且这款产品各方面的表现呢 都算是低龄限制中的一个佼佼者啊 七种形态的这个玩法呢 也是很众多的 并且现在价格也确实是挺香的了 OK 那么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